内风湿患者一定会残疾吗?一分钟收获答案 很多内风湿患者都非常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内风湿真的会导致残疾吗? 所有的内风湿患者先不要过度的焦虑担心 今天张主任帮你来解答 提到内风湿关节炎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老年病 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可以引起关节疼痛的疾病 其实上这是一个原因不明 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以炎症性的黄默炎为主要病例表现 往往内风湿患者还会出现关节外 器官的受累和血清内风湿因子的阳性等等 严重的患者可以导致关节畸形功能丧失甚至残疾 根据统计看 三年内风湿病程的致残率可以高达70% 其实很多患者都不清楚 为什么内风湿最初症状是关节疼痛 怎么发展到最后就会出现关节畸形和残疾呢? 那是因为内风湿关节炎 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抗原多态由抗原提成细胞表达 激活了T细胞 导致细胞因子的释放和其他免疫细胞的激活 从而产生多种炎性戒指 关节疼痛只是外在的表现 它还会引起内部的黄膜增生 软骨和骨骼的破坏 逐渐发展成关节畸形和残疾 但是内风湿患者朋友也不要过于担心 一般来说 只有内风湿关节炎病情严重的患者才会出现残疾 早期内风湿患者很少会直接出现治残的现象 其次内风湿病情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 也就是说 患上了内风湿关节炎不一定会发展成残疾 所以内风湿患者一定要早期及时到医院结束检查 早期诊断才能尽快控制病情的发展